各位准母亲,你们好,欢迎你们收看卫生署母婴健康院产前检查须知这段短片。 在以下的时间,我会为你们介绍健康院产前检查的程序,检查时要注意的地方, 怀孕期间申请病假证明,健康讲座信息,怀孕期的异常情况,还有预防传染病的资料。 为妥善照顾孕妇整个怀孕和生产过程,医院管理局、产科医院或与卫生署母婴健康院合作,一起提供产前检查和护理。 香港居民在健康院做产前检查是不需要收费的。 孕妇经医院产科或母婴健康院医生评估后,在一般情况下,会由母婴健康院跟进检查。 如果孕妇有高危情况,例如双胞胎、糖尿病或者硬沉并发症等,就由医院跟进。 在母婴健康院复诊期间,如有需要,孕妇可能被转介到医院跟进。 如果你这胎没有去过医馆局产科登记,通常会安排在10到14周做首次产前检查。 检查时,护士会询问你一些个人资料,包括你和家人的健康状况,以往的生产记录。 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以便应应你的需要以及尽早安排最合适的护理。 护士也会评估你和胎儿的健康状况,我们会为你测量身高、体重、检验尿液和量血压。 医生会为你做身体检查,包括心脏、肺部、腹部等。 如有需要,会做妇科检查。 另外,如果你已经怀孕12周或以上,医生还会为你检查胎儿的心跳声。 在首次产前检查,我们会替你做血液检验。 产前血液检验包括血型、RH因子、血色素和平均洪雪球溶积、德国麻疹抗体、乙型肝炎抗原、酶毒测试和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你可以参考产前血液检验须知的资料单张。 如果已经在医馆局产科抽取血液和已经完成产前检查,就没有需要在健康院再抽血,和不一定要看医生。 复诊方面,通常在怀孕28周之前,每4至6星期检查一次,28至36周期间,每2至4个星期检查一次。 医院产科和母婴健康院会因个别情况而做出适当的安排。 每次复诊,医护人员会为你评估身体状况,包括体重增长、血压、糖尿和蛋白尿。 也会为你检查子宫大小和探测胎儿心跳声。 在32周后,会为你检查胎儿位置。 如果有需要,就会安排你看医生。 如果检查结果正常,那么整个复诊检查就完成了。 最后,护士会安排你去预约下次复诊的日期。 离开的时候,记得要带走复诊卡。 每次复诊都要按照预约的时段回来。 带同复诊卡和尿液样本。 如果护士已经给你产前记录做保存的话,你都要带回复诊呢。 根据雇佣条例,因为产前检查而不能上班,是可以当作病假处理的。 产前检查时,你可根据你的需要,向医生申请倒诊证明书或者病假证明书。 但不是所有雇主都接受倒诊证明书来批准病假的。 有些雇主只接受病假证明书。 所以,记住跟雇主了解有关病假批准的要求。 如果复诊之后才补领的话,是要收费的。 还有,如果公司需要你拿预产机证明,你都可以向护士提出的。 现在,让我谈谈度量体重和度量血压时要注意的地方吧。 由于孕妇的体重增长,可以反映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 所以,每次回来检查都需要量体重。 孕妇最好每次穿着厚薄和数量相约的衣服。 如果天气寒冷,量体重时,你可把外套脱下,那么便不会影响你度量出来的体重了。 另外,每次复诊也会量血压。 如果你穿长袖衣服,最好穿一些袖口宽阔,可以卷起衣袖的衣服。 这样,便可以准确度量出你的血压。 产前检查也包括尿液测试。 目的是,要检验尿液之中是否有糖分和蛋白, 以便及早发现孕妇有没有认诚期间的健康问题。 例如,糖尿病,或者认诚毒血症。 那么,我们就能及早为你做出跟进和处理。 接着,我会跟你谈谈如何流取尿液样本。 首先,要预备一个干净的小瓶子。 最好瓶口宽些,因为可以直接流取尿液入瓶子里。 如果瓶口不够宽,就要用一次性纸杯沉在小便, 然后再倒入瓶子里。 记着,要扭紧瓶盖,以防渗漏啊。 留取尿液样本,要在早上起床后,先去第一次小便, 然后只喝清水,到第二次小便时,留取样本, 然后便可以吃早餐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蛋白尿? 就是,尿液里面发现有蛋白的情况。 出现蛋白尿的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流取尿液样本的方法不正确。 在流取尿液的时候,混入了阴道分泌物, 影响了测试结果, 令医护人员不能正确评估孕妇的健康状况。 因为蛋白尿的真正原因, 可以是尿道感染,或者是认诊毒血症等。 所以,大家要谨记,留取尿液样本之前, 首先,要清洁阴部。 我们一起看看清洁阴部的示范片段吧。 清洁的方法是用西棉花方块, 或者纸巾清洁外阴, 擦的时候要留意, 阴从前面往后擦。 一块棉花或纸巾只擦一次, 将阴道分泌物擦干净为止。 留取尿液样本时, 前段和后段的尿液不用留取, 只需要留取中段的小便, 那就可以减低因阴道分泌物混入尿液里面 而咽到蛋白尿的情况了。 或者你们会问, 如果尿液里面有糖分, 是否就是患上认诚糖尿病? 其实,孕妇的身体受到荷尔蒙影响, 在正常的情况下, 孕妇的尿液可能有一点糖分。 不一定就是患上糖尿病, 这个情况在医生评估后可能需要抽血。 一般来说, 如果孕妇有认诚糖尿病高危因素的话, 就需要接受血糖测试。 高危因素包括直系亲属患有糖尿病, 年龄超过35岁, 过胖, 以前曾经有认诚糖尿病, 和曾经诞下4公斤或者以上的婴儿, 患有认诚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更高。 至于在怀孕多少周才需要进行测试, 就要由医护人员安排了。 如果孕妇患上认诚糖尿病, 就要适当地控制饮食, 有少数孕妇还可能需要用药物治疗。 如果缺乏适当的治疗, 那么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例如高血压或者早产。 如果怀孕早期有阴道流血或下腹痛的症状, 可能是先兆流产。 而流产,跟外孕或者葡萄胎都有这些症状, 所以当这些情况出现时, 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要尽早求医。 如果在怀孕中或者后期, 即24周之后有阴道出血, 就是产前出血, 成因可以是胎盘前治, 意外出血或者胎盘以外的原因。 因为这些出血的位置有机会是在胎盘和子宫连接的地方。 如果供应胎盘的血液减少, 胎儿就会因为缺氧而受到损害。 在任何情况下, 孕妇如果发现有出血现象, 都必须尽快请教医生。 另外, 认证毒血症患者在怀孕中或者后期, 临床检查时, 可能发现有蛋白尿, 高血压的情况, 甚至有剧烈头痛, 严重脚肿, 或者视力模糊。 因为这个病症, 可能会严重影响孕妇和胎儿的健康, 所以, 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 就要尽快求医了。 一般初次怀孕的妇女, 到了怀孕期第20周, 就会感觉到胎动, 而怀有第二胎或者以上的妇女, 就会大约在18周之后感到胎动。 随着胎儿成长, 逐渐感到胎动平靡。 大约28周后, 如果发觉胎动有显著减少的情况, 就要尽快看医生, 或者需入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至于什么是作动呢? 作动的征兆包括阵痛, 健虹和穿羊水。 阵痛是指持续性 并且有规律的腹痛, 而这种腹痛会越来越痛, 越痛越密, 健虹就是有一些年有少量血液的 阴道分泌液从阴道流出。 穿羊水是指包裹胎儿的羊膜破了, 胎水流出体外, 孕妇会感觉到有些水分从阴部流出, 程度可能是大量流出或者慢慢渗漏。 穿羊水后, 细菌会从穿破的羊膜进入子宫里面, 令胎儿受到感染。 万一有大量胎水流出, 期待就有机会被胎儿头部压住, 那样便会对胎儿造成危险。 孕妇最好立即坐下或者躺下, 不要动, 保持镇定, 并且尽快叫换救护车去急诊室。 总括而言, 如果遇到以上任何异常情况, 应尽快到急诊室或者找产科医生, 不要返回健康院, 因为健康院是没有足够设施 处理这些紧急情况的, 也千万不要等到复诊日期, 才返健康院检查, 因为这样会延误诊治的。 如果已经接近预产期, 有任何一个作动证兆出现, 就要直接前往医院产前收证室或者产房。 关于传染病方面, 孕妇就要留意德国麻疹、 水痘和第五病, 因为这些都同样是一些通过飞沫 或直接接触患者分泌物而感染到的传染病, 传染性颇高。 如果孕妇受到感染, 就有可能影响胎儿健康, 甚至会引致胎儿患上先天性缺陷, 例如失聪, 失明, 智力迟缓, 严重的话, 更可能会引致胎儿死亡。 话虽如此, 其实大部分妇女都可能已在年幼时 染上过这些疾病 或者曾经接受过防疫注射, 身体已经产生了免疫力, 不会再受感染了,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以上介绍过的传染病病征 大致上都很温和, 也有相似的地方, 例如会轻微发烧, 疲倦和出疹。 所以啊, 如果患有伤风感冒, 或者感觉身体不适, 就要紧记到普通科门诊 或者向家庭医生求医, 不要随便擅自用药了。 其实, 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 平日要勤洗手, 打喷嚏, 或者咳嗽时, 要用纸巾掩住口鼻, 妥善清理口鼻排出的分闭物。 用完的纸巾, 就应该扔到有盖的垃圾箱里面, 家里就要保持环境清洁 和空气流通。 外出时, 就应该避免到人多拥挤 或者空气污浊的地方, 这样就能够减低感染疾病的机会。 还要有均衡饮食和有适量运动, 那就可以增强抵抗力。 如果孕妇曾经接触过患者, 或者发现自己有以上病症, 例如发烧、疲倦和出诊, 就应该到普通科门诊、 私家诊所或者急症室求医。 千万不要在产前检查时段 回来健康院, 以免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孕妇。 如果有疑问, 你可以致电到健康院、 医院产科查询, 并且在求诊前, 致电有关医护人员做特别安排。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向母婴健康院 或者其他医护人员查询。 如果想知道多些健康信息, 你可以致电卫生储、 家庭健康服务24小时咨询热线, 电话是2112-9900, 又或者登入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网页浏览。 网址是www.fhs.gov.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